北京时间8月20日,亚运会女足小组在中国女足,16比0狂越塔吉克斯坦女足,小组提前出现,两支球队整体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,所以从一开始,中国女足就靠不保留的进攻。 有的网友表示,说明了人都是减软吃自捏,不但不能给国家争光,反而让人看不起,也有的网友表示,只能说明对手太弱了。 看了比赛,中国队如果把握机会的能力稍好一点,比分至少应该是个20比0,但是,胜利的背后却反映出一些事实,女足的发展极度不平衡,像中亚、西亚以及一些欠发达地区。 女性踢球几乎就是奢望,16比0,也解决不了中国女足发展遇到了的诸多问题,比如说职业化程度不高,受关注程度低,对比一下男足,收入不高对比一下男足,就直接把一些好的清晰苗子挡在了足球场外。 现在的女孩子捉路这么多,仅凭一枪热血是维持不了几年的,何必把大好青春浪费在足球场上? 这也是多数女足队员早早退役的原因之一,不说世界女足的发展格局,解决亚洲范围来看,只有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。 这四支女足球队,算是真正的踢球的球队,中日韩甚至还有自己的女足联赛。 但是在中亚、东南亚、西亚等地区,女足的运动却难以普及,尤其是中亚和西亚,女性低位极其低傻。 今天中国女足的对手塔吉克斯坦,这个国家的女性和男性根本不可能做到平权,今天她们能站在球场上进行比赛,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。 亚运会中国女足16比0大胜对手,你认为中国男足能够打出这样的比分吗?